我的名字是刘伟 毕业于嘉义大学园艺学系 小时与妈妈一同煮水饺的经历 开启了我对料理的憧憬 看着迎着我的食物 家人与朋友吃饱和满足的笑脸 让我想了料理不娇心 如果用料理去说话去感动别人 相信人们不需要语言也可不容易 在饭店中的学习 了解了很多中华料理的精神 而西式料理的系统性手法 也叫做很多科学性手法 这些是很多中式料理 还不多人使用的技术 分子料理就是其中一种 而我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我可以使用不同的方式 及系统去诠释新式的中华料理 而兰黛学院对想要料理国际化的学生而言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是一种挑战 曾经我考虑加入过蓝带 只是家庭并不富裕一直是我的考虑因素 我认为料理是文化 是生活变迁 知识累积 由厨师的理解表现出来 要动于盘上的美币 我相信蓝带可以让这美币继续 这道创意料理我决定使用的是五股米 同时具有养生概念与口感 并用炖饭的方法去表达玉岳菜福州炒饭 先行将米蒸制半熟 切好蒜末、柳松菇、红萝卜与糯米辣椒 将已经切好的蒜末、柳松菇、红萝卜跟糯米辣椒 炒香后加入五股米 所以事先煮好的鸡高汤、蠔油、硬油 起锅前加入少许绍兴酒提香 使用些许的胡椒跟盐调味去骨鸡腿肉 在包裹刚做好的内馅炖饭 以铝箔包裹并绑线使其不易散开 以低温烹调的方式保持鲜嫩 将只使用煎过的洋葱、干辣椒和番茄 加入鸡高汤与红糟和绍兴酒并打成米 配菜水莲用鸡高汤汆烫调味并加入绍兴酒 汁卷烘煮完成之后使用奶油煎鸡卷上色 姜是先煮好的半熟 但请芝麻放在鸡腿上排排 这就是我的料理出发